影片開始前,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影片開始,Let's go 來,Eric Eric,你開mineEric Yo,傑克你好 Eric你好,來,安安幾歲哪裡人? 40多歲,天津人 40多歲,天津的Eric 來,Eric,你想說什麼? 我講講盧莎也那講話吧 剛才大家也說了,然後蔡振元博士也提了這個 非常的惱火啊,他這個 我講講我的個人的心得供你參考吧 你說 其實這是一個信號 因為如果說是什麼胡錫進啊,什麼之類的人去說這個 你完全可以不用搭理 但是呢,盧莎也講這個是一個信號 為什麼我說這個信號呢? 一般呢,就是職能部門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我們尤其像外交部啊,這種特別敏感的對外的窗口啊 他在執行國家戰略的時候都會有內部的這種會議 會議呢,經常會做這種政治學習 政治學習比如說屬於什麼樣的政治周期 我們的表達是屬於什麼一個基準線 一個框架 除了日常的這個稿 然後呢,你日常在做一些這個採訪呀 對答呀,你得知道你什麼話能說 什麼話不能說 那個框框在那搁著的 所以呢,為什麼以前不說 為什麼現在說 這個有一個隱含的含義就是 這次選舉之前我們之前討論過我說的 其實那個候選人一攤開了以後 無論誰上台其實都一樣 老公也不會跟誰去談 因為性質都在那擺著呢 只不過呢,讀的明顯一些 或者讀的暗一些 對吧 然後呢,現在呢 為什麼把它定義成這個叛亂政府 以前從來沒提啊 以前像這個誰 那個馬英九時代 或者是蔡英文時代 他都沒有提 為什麼呢 當時你還承認你的憲法 是一中 現在隱含的已經 就是雖然憲法在擺那兒 大家已經不談違憲這件事 最明顯的就是 這個賴清德出這個以後 大家都叫好 賴英沒有直接的反對 甚至沒有通過一些手段 去訴訟 你說你的 現在已經不說這個賴清德 你違憲了很多事 不光是比如說發表言論啊 或者說你的舉措啊 違憲已經不提 藍營和那個白營 都不提違憲這事 尤其那天 像這個什麼 那個政治性奴 那個高嘉瑜啊 在這個提出來這個 這個賴清德說這個 互不隸屬 實際上大家都說的都一樣 以前大家都這麼說 藍營的所謂的骨幹 新生代也在場 沒有一個人反駁的 你就知道現在藍營裡面 是什麼德性 那從這個信號 是一個什麼信號呢 就是老共應該認定 下一個國民黨應該也不會執政 或者說國民黨執政也是一個 隱含的一個獨派 只不過獨怎麼那麼明顯 因為這個定義啊 它是不會隨隨便便下的 盧莎也現在相當於已經是拋了一個隱信了 他說這個肯定是就是內部有這種 比如政治學習或政治會議 一個階段要統一思想 要把這個政治風向或者政治這個導向 要明確以後大家都會開這會 因為他是核心的人 所以他不會冒冒然的去拋這個話出來 你不管是這個 這個誰 蔡正元說的這個專業不專業 尤其是前面的說那個專業不專業 這個有時候歷史不是說你專業不專業 歷史都是最後看趨勢而論 最後是趨勢導出來的 我非常佩服是蔡正元的他的專業性啊 在金融這個金融啊歷史啊 或者說這個人文科技方面 他的專業性都非常高 但是有時候政治他不是說 因為你他你本身你他才在一個 已經有政治立場了 那你反過來去看老共 尤其是為什麼很多國家 其實就是老共內部呢很多的信息也在外面 大家都知道 老美 日本 台灣 台灣接觸的我估計核心的不會太多 但老美應該是能接觸到更深一些 他們為什麼接觸到這些信息 其實還是讀不懂中國 讀不懂大陸 特別核心就是這個 這種思路和政治理念 它的信念你是沒辦法理解的 我覺得這是沒法理解的 所以其實盧莎也提出來 這個已經是一個信號 就是老共對台灣的這邊 就是你的原來可能還寄希望 你可能是不是還在一個中國框架下 跟我去會有些互動或什麼的 所以我跟你提前面的時候 馬英九來大陸 可能大家尤其藍營那邊都是特別像好 我跟你提 我說其實也是個預警 預警什麼的 有可能台灣的國民黨 基本上在倒計時了 就在歷史上有可能會倒計時了 就是它的歷史的作用 歷史的定位可能逐漸就消亡掉了 有可能回歸以後 統一以後 變成新的 在真正的一個中國底下 比如說支持這個統一的 或者說在這個一個框架下的這個國民黨 就是國民黨 就是你國民黨自己做不了內部的清洗 那統一完了以後 老共幫你做清洗 其實這個政治趨勢其實是最可怕的 也就是我們前面就提到的 就是說其實促統其實已經開始有動作 因為你把它定性了 很多事情 你看老共的這個很多的行為的這個習慣 它有時候會留很大的迴旋於地 因為你不知道可能政治態勢 我們叫做什麼 做事留餘地日後好相見 你把路都走死了以後 最後就是一翻兩瞪眼 現在要一翻兩瞪眼 一翻兩瞪眼 基本上就是要不就是黑的 要不就是白的 沒有回旋餘地了 也就是說 比如說現在圍繞這個以後 我們可能原來判斷預期 下一個選舉週期 如果還是不利 然後結合美國的態勢 然後可能會有一個就是實質性變局 但是我覺得現在 如果這個政治定性開始逐漸地浮出水面 一個是台獨的這個處理手段出來 是肯定會拿人去記旗的 這個我相信因為什麼促統 我跟你說過 促統它既然在路上 它必須要有行動 不是以前光喊口號了 然後呢 如果政治定性也出來的話 那就是有可能會出現 我就是比如說這個促統的工具 法律工具 執行工具 都放在那 那我就是什麼時候出手 用不用的問題了 那就面臨著 有可能要一翻兩瞪眼的週期 有可能要提前了 也就是說 我覺得也就是下一個 那個美國的這個大選完了以後 有可能是一年或兩年以後是最危險的 因為一年兩年就是大選剛完以後 一年和兩年如果美國那邊會出現一些變動 會引發其他地方 那台灣會聯動的 因為台灣 逐漸會成為一個阻礙中國大陸對外發展的一個 徹肘的一個因素 我就說 現在大陸在考慮什麼呢 還是考慮自己的發展的問題 中美的競爭是靠你自己的發展 在這個發展的過程中 出現任何問題 他都會首先解決 以前是什麼 以前中美合作大陸在發展 那你台灣可能是個促進的 有利我的實力增加 或者有利我的科技的增加 那時候把政治的問題放在這個發展的之後 但是你到這個中美博弈出現障礙的時候 你這個政治問題開始影響到我發展了以後 那就是這塊釘子我一定要把它撬掉 大陸實際上我個人感覺是這種思維模式 如果是這種思維模式的話 那就離翻牌可能不遠了 離翻牌不遠了以後 那就環境會逐漸的就惡化 而且那個今天那個少女不是提那個事嗎 那我估計這個其實台灣內部隋大流的在大多數 如果說會出現那個要開始要翻臉 或者說要瞪眼的時候 肯定會先立旗 立旗和插旗 那時候就看民進黨到底對台灣失控能力有多強 但是還有一個潛在的因素在哪呢 就是美國的CIA在台灣的勢力滲透到底有多大 我覺得很多的沒有冒在檯面上面還可能隱含這個黑手的作用 還是不能不能去低估它的作用的 所以呢 如果要產生這種震懾效應以後 CIA的作用要把它降低一些可能會好一點 因爲什麼呢 如果那桿大旗一旦要插起來 我覺得不會直接就按照老共的這個形式風格 他不會直接就是武統那個大旗把它立起來 但是信號旗會首先會揮出來 信號會揮出來以後 這時候會出現一個什麼效應 就跟烏克蘭戰爭的前面的效應上 觸導胡孫散會出現這種效應 因爲我要讓最後的死鷹派要浮出水面 死鷹派肯定是少數 那死鷹派如果要拉著其他人的話 那就是看你們這個擺脫能 其他人的擺脫能力 我相信這個按照這個台灣人這個德性 不會有那麼多的那個死鷹派 就像這個以前豪言壯語的台東少女 不是現在也是隨大流嗎 要看風向嗎 風向要不對的以後 還是以個人的這個利益作為一個優先吧 對不對 有這種信號的時候實際上可能就是變風向 所以真正的武統 比如說測到劍洪的 我覺得那個在台灣不會出現那種特別大的規模 你只要把這個信號奇異差以後 變風向很快的 然後真正的浮出水面 我還願意什麼呢 死鷹派這時候浮出來以後 像黑熊學院的衝來衝到一線去 因為這個按照我的了解的話 比如說第一波空投肯定不是解放軍 空投的有可能是這個機器狗呀 或者說這個無人的這個這個這個機器狗 或者其他的突擊的那個機器人 突在一線 我希望像那個什麼呢 蘇貞昌呀 這類的衝在一線 因爲什麼呢 你要是回看大陸這個 解放軍收復這個大陸的這個歷史 你就是把仗最後打完了以後 把老蔣踢出去以後 就是清理內部還清理了一兩年呢 對吧 我希望這時候都浮出來以後 繳一個乾淨 殺一個乾淨 殺一個痛快 解放軍也不用浮出那麼大的這個力氣 因爲現在自動化程度那麼高 我覺得來一個來個痛快點的挺好 所以現在這個政治風向起好像已經透露出來了 從一個我不說他位居高位 就是位居一個敏感部門的一個人 透露出一個風向 我覺得後面如果說這面繼續 美國繼續去股東 賴清德再繼續做些表現 那再進一步 那就應該看到這個 除了這個城市台獨的話 可能定性馬上也快快到了 嗯 我是這樣理解的 好 你想一下 好 非常謝謝 謝謝這個Eric 謝謝你的分享 OK 拜拜 好 我要不要接你了 驚喜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 MING 為何 做白金會員 明天